那就請看三十六條 不讓他們有中間討論這個法定程序裡面讓企業法官有行使權威效應的過程 那是不是所有就是說不是只有名詞而已那個概念 法官是被動的啦 都拿掉了 法官是被動的 大家都聽到了 沒有讓他們有任何主動的空間 影響他們最後的那個中局 法官是被動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那個國民法官可以要求中間討論嗎 對對對 有問題要問嘛 法官一直在主導嘛 所以國民法官可以要求有關起來的 就是國民法官他請責要事宜的時候 職業法官才可以跟他討論 OK 不是主動的 因為法官一直在主導這個 一開始的版本是中間討論有定義 然後中間討論是由職業法官依職權行使 他是主動的 現在中間討論的定義拿掉了 而且限制在國民法官請求的時候 職業法官才能夠跟他做討論跟說明 說明說明沒有討論 好 好 好 三十一條怎麼樣 我們在這裡一直認同 就是中間討論已經拿掉 然後在程序上也不會擴大前衛效應 但是在司法院你們這邊 是接受還是怎麼樣 想說不敢想說 這個我們接受啊 這個我們接受啊 對 那個就是法官啊 法官被動的 受到請求的時候 才去做幾次嘛 已經會這樣嘛 做 因為這素人有時候不懂他要問嘛 最需要視華麗後面啦 對不對 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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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問題要請教 好 那個 所以簡單來講 你剛剛前面提到被動 所以是應當事人的請求的時候 那個法官才 職業法官才會介入嗎 剛才司法院的回答是這樣子嘛 對不對 解釋 解釋 到66條才會出現 所以所以 所以 當國民法官有問題的時候 他是用書面的方式提問 你的回答是用書面的回答嗎 沒有啊 那個口頭請求就可以啊 沒有口頭請求 那你回答他的問題 那個大家都不知道 將來發生問題 我們 你中間討論的 我們在那個 我們在那個 那個 公聽會的時候 大家的疑慮就是說 你去指導 這個國民法官嘛 對不對 那既然他的請求 他也可以現在都 請求很簡單啊 白話文啊 直接有一個 書面的東西請求嘛 那你給他的指導 也應該只限於書面的 你要確保就是說 並沒有誤導 或者是指引 國民法官的情形嘛 不是這樣子嗎 這個司法院可以做 還是不行做 這個 因為這個會牽涉到 你是真的 沒有中間討論 還是還是有 只是把他隱形化 被動化 不是啦 被動化 但是被動隱形 他還是顧慮 還是存在嗎 你今天既然 給人家的指導 那你既然下指導期 你就應該要有書面出來嗎 將來兩兆之間 才可以攻防說 你是不是有誤導的情形嗎 你是不是真的 實質上面去掌控嗎 因為你參審制 但是最大的一個問題存在 就是說你三個職業法官 加上六個國民法官的時候呢 大家 以一般人的情況來講的話 比如說我覺得說 這個 那個 那個 賴委員 他是勞工方面的專家 所以他在跟我講說 勞基法什麼什麼規定的時候 我一定是尊重他嗎 那你同樣的情形 國民法官呢 跟三個職業法官 在一起的時候 他也很可能覺得說 欸法官懂的是 因為他學法律的嘛 法官懂的東西比較多 所以他怎麼說 那我怎麼這樣做 所以這個就容易產生 我們原來一直反對 中間討論的情形 那你今天說 他是被動的 我們很感激 因為最起碼呢 有進一步 有進一步 我覺得有 有比以前進步 願意聽人民的心聲 願意改進 但今天你的進一步呢 是應該要實質上面的進一步 而不是說嘴巴上面講 就是說我現在變被動了 但他隨時來問我 所以我隨時回答他 他一樣 你只是畫 你把你的中間討論的方式 他的形勢呢 你把它畫成一個桌面下的 under table的 那這個就不對嘛 你今天既然給了什麼樣的 你既然給了什麼樣的 你既然給了什麼樣的 不可能趴在table底下講話了嘛 你現在在台面上講話嗎 這種情況底下坦白講 那沒有關係 所有素人齁 他真的有疑問或是不懂的地方 他一定會問嘛 當然是我們不 不允許法官自己一直來主導 所以這個你要了解這樣情勁嘛 那我跟你講 他們要判這樣 被重刑犯要判 他們法律常識沒有 但是其實有的不不好意思問 有的比較敢問嘛 沒關係 那只要他有問當然是要讓他回答 因為我的要求是這樣子啦 我覺得要確保 不是讓國民法官去幫職業法官背書 第一個呢 的方式我具體建議就是說 他書面問你書面回答 你如果覺得書面問書面回答很複雜 不願意的情況之下也沒有關係 他可以口頭問口頭回答 但是他就全程錄影 因為我們要確保的就是說 他沒有去指導國民法官的情形產生 如果他做的是一個法律上面的解釋 有沒有指導喔 有沒有指導喔 坦白講 這個也蠻主觀的 你跟他問我 跟我上學會被你主導 是吧 所以他大家還是對這個 有相當的 責任存在的啦 我們坦白講 這個 那是不是秘書長 我們來說明一下 那個 最深度的說明 或是事宜應該是在終局評議的時候 但是終局評議的時候啊 你不可能要求他要公開 或是要做紀錄啦 因為那是評議秘密啊 那 那你如果 在這個程序進行中 啊 國民法官 他有一些疑後 你沒有辦法即時的跟他說明的話 他審不下去啦 他後面他就聽不啊 聽不然那個 他要怎麼評議 我們做一個比較 如果說 在終局評議的時候 那麼深度的交流 雙方的交流 我們都不適合去 做錄影錄音 或是去做什麼紀錄 那為什麼說 那個在程序進行中 很淺度的 這種說明 適宜 也必須要留下紀錄呢 這個是會有輕重失衡啊 我 我再說一下 最後 實際上 我們應該靠的保證是說 有六個國民法官 他在人數上 居於絕對優勢呢 他是職業法官的兩倍啊 說實在的 職業法官喔 現在自行在審案的時候 在法庭上喔 說一句不適當的話 欸 後面沒完沒了呢 那個 後面都很困擾啦 所以 不至於說 在六個國民法官面前 我們會去 職業法官會去講一些 不適當的話 應該這個大家 職業法官都會很避免啦 最後 所有的討論 實際上 他的結論 甚至 證據能力等等的決定 那些都可能 就是 會表現在判決書裡面 那才是最重要的檢視的地方 好 我在提到說 這個東西其實基本上來講 為什麼陪審團協會 為什麼 主張陪審的人 他就會講 因為你在陪審的過程當中 法官給的所有的指示 全部都是公開的 法官給的指示 比如說你這個證據 應該exclude掉 什麼樣子的情形 他 他不是去指導你說 你應該要什麼樣子 判 怎麼樣 那你今天可以覺得說 書面的指導 你覺得太複雜了 你要寫書面的 OK啊 我們講說沒有關係 那你就不要寫好了 但是你留了一個錄影的紀錄 確定 只有做一個目的 是在確認說 你沒有去下指導期 就是這樣子而已啊 這個 這個要求 沒有 這個要求其實平常講 蠻卑微的 然後呢 你願意 因為現在就是 為什麼今天會談司法改革 就是人民對司法沒有信賴嗎 那你今天要重建一個人民對司法的信賴 我覺得從這一步開始做 等到那個信賴度建立之後呢 人民也許覺得說 真的不需要 現在的法官的素養都是這樣子 但是我最起碼 你給人民一個機會 讓人民有一個機會 去了解你整個法院 整個司法的過程 等到這個信賴度建立之後 那我相信它自然形成了 你也不用擔心說 你現在在沒有司法信賴的情況之下 應該一直在講說 你就信賴我啦 我就會這樣做 它就不會發生嘛 好不好 基本上啊 核審核叛的這種國民法官制 它就根本 跟陪審的那個設計 就是完全不一樣 因為 國民法官的制度重在 就是要跟職業法官 跟國民法官互相的交流 這是很重要的 結果你要防避防盜 把這個制度扼殺掉 那個 如果說 如果說一定要做紀錄 一定要錄音錄影 很多國民法官啊 在攝影機鏡頭前面 事際上他有很多話 他說不出口啦 我們必須要顧慮到這一點啦 我再強調一遍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交流 最深度的交流 是在中舉評議 中舉評議我們有辦法去錄影嗎 有辦法去留下 什麼樣過程的紀錄嗎 沒有辦法 因為評議秘密啊 這就是我確認一下 當這個在審判的過程中 國民法官發現有問題嗎 那之前的說法就是說 如果有問題的話 就是要中間討論 那但是呢 就是因為 在這個委員會 或是公聽會被批評說 這個有權威效應嘛 所以現在刪除了中間討論 那之後 現在 剛剛秘書長的意思就是說 他也沒 就是說 我不太清楚就是說 那如果現在國民法官有問題 要發問嘛 那那個場景會在哪裡 不就是在法庭上嗎 不是在法庭上 比如說 在法庭上比如說 我這個國民法官 對 我要問 我要問法官說 我等一下問這個證人 我問這些問題 適不適當 對 因為我怕問出來 所以我疑問就是 所以我這個部分 我必須要去問法官 所以在法庭上嗎 在公開的法庭問 那就 那就已經是 證人都聽到了 蛤 所以 是說 到底是在哪個場合 你所想像 比如說我們的法庭 有第十法庭 第十一法庭 他就會在修庭 他就會在修庭 他就會修庭 修庭 在 不是啊 那修庭之後 你是把這個檢察官 跟被告 還有辯護人 讓他出去 然後 變成國民法官 跟法官 在這個 比如說第十法庭裡面嗎 不會啦 通常 應該會在評議室 或是在 那這樣還不是 中間討論嗎 是啊 我就 聽了沒有 我想說 你如果說在法庭上面 那你就直接問 那本來 法庭開庭 燈亮著就是錄音鐘啊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 那還是 還是中間討論啊 不是嗎 就是 你還 你只是把這個名詞刪除嘛 但是事實上 實務上的做法 這樣也不對啊 這樣還是 這個 包括 支持 支持陪審制的 或者是我們的 在委員會裡面講的 就是說 就是要避免這樣的狀況嘛 對啊 還是說 還是說 其實司法院本來就反對 這個中間討論要刪除 好 周委員 我想中間討論 討論到現在其實已經被 妖魔 污名化了 那 這個其實 我們先確認一點 陪審制跟裁判員制或者參審制 還是有他不同的文化 跟他不同的設計 陪審就是陪審團 他來審議 他來調查事實 認定事實 那 參審 裁判員制就是大家核審 事實跟最後的刑度 大家一起決定 那就如同我們開宗民意的講 我們今天這個國民參與審判 或者是國民法官的制度 我們最重要的就是要提高司法的透明度 然後呢 要讓國民法官彰顯他的表達他的正當的法律感情 然後來影響法官 然後讓法官也來影響這個國民法官 大家是不要說影響 大家是互相交流的 這邊有兩個意見 比如說剛剛李貴明委員他提到說 如果今天是一個勞動專家 我們想聽他的意見 我們尊重他的意見 那當然在國民法庭裡面 國民法官他可能覺得 我基於對這個職業法官的信賴 我也尊重他的法律意見 事實上模擬法庭進行了這麼多 你去跟這些參與的陪審 參與的這些國民法官調查 很多人都表達他也樂意 他也樂意去受法官的影響 他也願意去聽法官的意見 這一點大家不要去把他說 我今天就像我 我在立法院得到同事的信賴 他們會來問我的意見 那我們很感謝 那我們得到人家的信賴 但是我們不會去把他說 這樣子就是所謂的權威的效應 那我今天這個參審講到這邊 大家已經把中間討論 把它不到污名化 但事實上也被打趴在地 所以呢我們今天要往前進 今天我們把中間討論在第二條吧 第二條的定義拿掉 就是說他並不是一個所謂的這個審判程序 裡面一個所謂的一個固定的一個制度 一個方向 但是呢如果國民法官他有疑問的時候 他是可以請求來適宜的 這時候為了讓審判程序能夠進行 當然職業法官就必須要來跟國民法官做一些交流 好那當然李貴明委員或者其他委員會擔心的說 我要去確認你有沒有去影響 我要去確認有沒有所謂你所謂用你的這個法官的職權 法官的權威去影響 那所以我要錄影 我要去檢驗你到底有沒有愉悅那條線 這個部分我們充分的尊重 但是如果今天我們的運作是要錄影的話 今天司法院考量的這個是兩者相親取 兩者相搭相權取取他的一個折衷點 司法院考量的是說 在我們台灣的國民法官大家的台灣人的個性 如果今天我面對鏡頭我敢不敢講話 我敢不敢去表達我的意見 或者我問了這個問題會不會表示說 我什麼都不懂我還要來問這個問題 所以有這樣的考量 所以大家會認為說 好怕大家去對這個中間討論說 讓這個職業法官又透過他的這個職權來影響 影響國民法官 所以呢我們把它限縮成是被動的 被動的被請求的時候我才來適宜 那現在進到這個討論室 到底要不要錄音錄影 大家可以討論 但是不要因為把這樣子的一個 所謂不能錄音錄影就完全的去推翻 國民法官在整個審判的程序裡面 他需要他有疑問 他需要事宜的時候 他有問題他需要請求的時候 他沒有辦法得到任何的協助 或者沒有辦法得到任何的對應 我想我們設計制度絕對不是這樣子的 好謝謝做委員 那個吳委員 剛才有請求 那個其實我覺得中間討論跟事宜都非常重要 那我們是需要職業法官解釋一些東西 但是這個東西跟要不要被紀錄 不管是什麼樣的紀錄方法是沒有衝突的 那就像是我們為什麼要走國民法官這件事情 或參審這件事情 就是希望整個司法更透明嘛 那我們整個都要透明了 為什麼就這一段要不透明呢 那你的解釋是說因為民情嘛 那如果是說是民情 所以我們傾向於不透明的話 那為什麼我們又走到這一步呢 為什麼就不回到原來的不透明呢 這有點 這不是很合理啊 就是說現在這樣的狀況 就會變成是說 你把這個中間討論這個條文 把這個文字把它刪除 但是實際上呢 按照司法院秘書長剛剛的說法 就是說還是一樣 你會休庭嘛 休庭之後 你把國民法官帶到評議室 好 然後在這邊還是進行中間討論啊 而且你沒有 這這這 你不要把他講 所以 不 試以 但是呢 這樣之前的這些疑慮 還是沒有去處理嘛 而且你要可以這樣子 這個試以幾次 好 那在這個過程之中 當然 這個職業法官跟這個國民法官 他對 法律或是他審判實務的 這個知識是高度的落差的嘛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確實人家的批評就是說 會有這個權威效應嘛 而這正是陪審團制的優點嘛 那 那 如果說 現在 司法院也同意刪除 就表示說 應該是表示說 就認為說 這樣的中間討論是不好的啊 對不對 不然的話 幹嘛要刪除 那所以 應該是說 在這種狀況之下 剛剛秘書長講說 好 那就是在這個 中局評議的時候 去處理嘛 那要嘛 如果是我自己想像的 我剛才想像 我以為是說 因為你刪除了 這個中間討論之後 你會在 公開的法庭上面 去回答 他的問題 好 我覺得 想像中的狀況 比較是會像這個樣子嘛 對啊 那這個 那這個狀況還是又回到原來 那你 你休庭 那你 你現在在台北地院開一個案件 然後 這是一個 這個 很重要的案件 然後你也沒有限制說 法官休庭 然後 然後 可以把這個律師跟這個 檢察官 就把他 被告放一邊 然後去 你們又到一個地方去討論 討論團出來之後 所有人都說 奇怪 你們是去說什麼 然後再回來 那沒有限制次數 這個 這樣的 運作的狀況之下 當然就是說 你的這個 審判的公平性 或者是說 你剛剛 你剛剛第一條才講的 要增強司法的透明度 這沒有透明度啊 對啊 你無罪推定 你也不放進去 你怎麼不容易放一個東西下去 叫做增強透明度 你也沒有透明度 那你這樣搞到最後的結果 然後也沒有去限制說中間討論 如果你要明文規定 限制中間討論次數要幾次 要不要錄音 要不要有透明度 那要在哪裡討論 我覺得這樣 你變成說沒有這個規定 結果而且沒有這個規定 法官有這樣的權利 真的 沒有這樣的規定 沒有這樣的規定的情況之下 你可以去做這個事情 特別特別 好 中委員講 中委員講完 就請聽長 在上一天 前面這個有關那個類似的題目 是這樣 到底被被位 國民法官 是很想要去當國民法官 還是不想要當國民法官 大家有不同的揣測 有人認為說他千方百計 不想當政委 國民法官 所以已經認為他滑手機 不想認真聽 所以我們非得要想一個方法 讓他去認真聽 讓他不知道他是被位的 那就是說 我們這個國民法官 國民法庭 國民法官法庭 他是由國民法官 跟職業法官共同組成 既然共同組成 他勢必有很多的意見交流 跟討論 這也是國民法官法的目的 那陪審制 因為他在制度設計上 法官跟陪審團 所做的任務不同 所以陪審團進行討論的時候 是法官是無憂參與 當然根本不需要去擔心 所有的權威效應 但是由此 因為陪審制 來認定國民法官的法庭當中 必然是職業法官去影響 國民法官 這樣的推論 就好比我們認為說 被位國民法官 一定不想要認真去聽案一樣 這個都是一種 對於國民法官的一個想像 所以呢 當你想像他是 不想要去當政委國民法官的時候 就想出千方百計 要讓他捉摸不透 所以呢 他必須認真聽 因為我們認為 懷疑職業法官 會千方百計 影響國民法官 所以我們就無審不入 要求他去錄影 搞不好連廁所 都要裝上監視器 怕他們兩個要交頭接耳 出去抽根煙 像總罩常做的事情一樣 就交頭接耳 互相中間討論一下 所以我是覺得說 中間討論當然 民進黨的建議條文 只會把中間討論 從第二條的定義拿掉 就是認為 其實不要讓法官跟國民法官 認為他們有必須去執行中間討論 這樣的一個程序 但是在終局評議之前 在整個審判的過程當中 國民法官法庭 兩中法官之間的交流 勢必無所不在 你怎麼可能要求說 無所不入的一個攝影鏡頭呢 所以我認為 如果你認為 存有權威效應 存有職業法官 存心必然的要去影響 那個國民法官的話 那我們的監視就會無所不在 那反之如果你認為 國民法官跟職業法官 是願意去交流意見的 那我們應該相信信任 兩者彼此之間會互相尊重 那我覺得這個是 我們認定價值的取向問題 這很難完全用陪審制來看待 這個國民法官的一個設計 好 吳委員 我請教一下 我們這個其實大部分 抄日本的嗎 日本有中間討論嗎 他們在設計在規則裡面 他們叫中間評議 我們就是 我們就是不希望 被解釋為中間評議 因為實際上 適宜的部分 不涉及證據證明力的討論 那個還沒有到評議的程度 所以我剛剛一再強調 如果說要防止 國民法官受到職業法官的影響 那我們要不要防止職業法官 受到國民法官的影響呢 這一套設計 本來就是要互相影響嘛 然後最深度的影響 甚至涉及到證據證明力的討論 要不要做有罪的決定 那是在終局評議呢 為什麼你反而是在比較輕微的 這種事宜的程序 可能有相當多次需要 這樣子跟國民法官解釋的這種程序 要想盡辦法去防止它呢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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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事宜或者是請教 我絕對是贊成 只是因為你到小房間 又沒有被錄音錄影存證的話 沒有人知道討論的是什麼 我給你報告 那終局評議的時候 那麼深度的討論 那麼深度的交流 涉及到證據 怎麼這些證據怎麼推認出來 這樣的犯罪事實 然後為什麼要量處死刑 為什麼不選擇無期徒刑 這種事情是怎麼出來的 難道都要錄音錄影嗎 我先簡單的講 總照 剛才司法院剛否決你的那個 中間討論把它刪除掉 那個他已經講了 就說你這個是不應該的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呢 我要回應剛剛周委員提到的 今天大家在討論一個制度的時候 因為是司法改革 因為是未來還沒有發生的事情 所以大家會設想很多的情形 去講說這樣的情形 該怎麼樣子去解決它嗎 那你今天不能夠因為大家在設想 因為就是因為它沒有發生 所以你才會設想有這樣的情形 發生這樣的問題 然後怎麼解決 那你今天剛才的邏輯是講說 你不要憑空想像 你不要怎麼樣 那你不要憑空想像的話 情況之下 它就還沒有發生 你你就已經知道 可能會有這樣的情形 你不去想像 不去請教 我們的司法院 將來怎麼執行的話 那你這樣的一個立法 怎麼會是一個負責的立法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的部分呢 你剛才在柯總昭不在的時候呢 你又 他好像是回來了 你就講說他出去抽個菸的時候 兩個人去討論 對不起 你中間討論的過程當中 我原來認定的應該是說 你三個職業法官 跟六個國民法官的討論 怎麼會是你中間的一個職業法官 跟其中的一個國民法官 到外面去呼吸新鮮空氣的時候 他們兩個就可以討論討論討論呢 不會吧 那如果不會是 是不是 因為中委員的那個表情 你的中間討論是含一個職業法官 跟一個國民法官 兩個人去抽菸呼吸 不是 實際上 但是有事宜啊 對不對 剛才已經講到說 那個司法院 司法院已經講說 你的中間討論拿掉是不對的啦 但是呢 他說 實際上面來講 實際上面 我沒有這樣說 實際上面來講 我沒有這樣說 實際上面來講的話 你講說 你實際上面 那我聽起來的結論 是嗎 所以 所以你現在 別人的話 不是啦 你不要 你不要去講到 別人的話 廁所的歷史 都是在評議室裡面 我們講 對 現在講到重點 就拉回來重點 就不要去扯那個東西 不可能一對一 兩個抓到外面去 不可能的事 對不對 所以你剛才 你剛才的 你剛才的例子 就讓我產生的 很大的一個懷疑 就是說 本來我是認為說 你的中間討論 唯一的一個 唯一的只是說 你只要有錄音錄影 那你只要是 沒有做不正當的事情的話 它是OK的嘛 因為你講說 到底什麼東西是有證據力 證據力跟證據能力是不一樣 你講 只要有記錄起來 你根本不怕嘛 對不對 現在唯一的要求 也並不是說 要把這個公開 它只是說 你有留這樣的記錄存在 可是在你剛才 中委員剛才前面提到說 我兩個人拉出去抽個煙 那那個東西也叫適宜 那這個問題就嚴重了 不會有那種情況 好 周委員 我再來組一下 這個部分討論蠻久了 好 這是最重要的 這是關鍵的 這個 被認好幾天了 我接續我剛剛的那個發言 現在的重點就是說 好 我們讓這個 這個國民法官 他有疑問的時候 他主動來請求職業法官來示疑 那就是到那個另外的評議室 其實不是在公開法庭 為什麼 因為被告跟假官跟辯護人都在那邊 大家整個審判庭 公判庭很多的人在那邊 所以就移到評議室 那現在大家可能會去想說 我們今天不要錄音錄影 是因為法官可能 他就可以去影響到這個 這個國民法官 但是呢 法官他長期在參與這個 他長期在從事這個審判工作 他沒有任何的原因 他沒有任何的理由 正當性說他要去拒絕錄音錄影 那為什麼我們今天會在錄音錄影這個部分 好像我們有所質疑 因為有所質疑 因為沒有採取錄音錄影 大家去想說 是不是因為你的法官 因為你的職業法官 要去用權威的效應 去影響這些國民法官 其實不是 職業法官他當然有義務 要來接受錄音錄影 這是他無從迴避的責任 他也沒有在怕的 公開法庭 大家公開審判 那麼久了 那麼多次了 他哪有一次說 我不要錄音錄影 這是法律給他的義務 跟他的責任 但是為什麼我們今天 不要在中間討論中間事宜的時候去錄音 去錄音 最主要就是怕國民法官 他因為在有錄音錄影的狀況下 他不敢完整的去表達他自己的想法 他不敢完整的去表達 或者他有勇氣去表達說 我今天要問什麼 所以今天的key point不是說 今天司法院為了讓他的法官 去有所謂的權威效應 所以我不要錄音錄影 今天我們不要錄音錄影 另外主要的理由是 擔心國民法官不敢隨心所欲的 不敢自主性的去問他的問題 這是兩者之間大家所做的選擇 那不要把說今天大家認為 不踩錄音錄影這樣的一個結論 然後去推說 你就是要去權威 你就是要有一個所謂的權威效應 你就是職業法官 你想要去影響這些國民法官 我想做這樣的釐清 我很快請教一下 如果我們沒有把中間討論拿掉 就是還是中間討論不是事宜 那我想請問一下司法院跟那個民進黨團 那你們覺得要不要錄音錄影 如果是中間討論 可是不是事宜的話 如果這樣你們會比較事宜的話 沒有態度OK啊 釋懷啦 你們會釋懷 是的確啊 OK啊那我們就錄音錄影啊 然後還是放中間討論啊 這樣就OK啊 錄影剛剛說的會有一個那種被陰影 不是不是我剛剛的意思是說 跟沒有直播會差很多 對對對你剛剛是說 因為他是事宜嘛 因為你是 因為沒有直播他只是純正嘛 他們只當一次國民法官 所以如果你有錄音錄影 剛剛好像沒有排除 剛剛沒有排除不能 不是假設啦 我說假設嘛 他就第一次在裡面 然後他們又是國民法官 然後問的問題有可能說 譬如說我對一些法律名詞就不太懂 就像我在委員會有未常不太懂 然後剛周遭委員就說 哎呀你沒關係啦 你的國民感情沒問題 可是你不會要求那個 暫停一下我問一下問題 我們是在排除那種權威效應 跟讓國民法官有害怕 有心理障礙的效應 所以才把中間討論拿掉 那院長我們在院裡面 可不可以這樣子啊 以後我要那個 請人家幫我事宜的時候 我可不可以請那個錄音 錄影暫停一下 你的農業不需要 來不及問黃國昌人 好 如果我們國會要透明話 來賴總召 對啊就法院也要透明話啊 還是回應剛剛那個周總召 周趙委提到就是說 周趙委不是周總召 就是就是剛剛講說 也許是因為國民法官 他在錄音錄影的這個 攝影效應下 他也會退卻 甚至他不敢問 或他覺得他問的問題 不太得體 我覺得這個可能有點多慮 行事上應該是說 因為錄音錄影 所以他更要 展現他對判案柯南的這種專業能力 他可能就更能夠抽絲剝繭 更能夠提出法官沒想到的事 相對來講可能也有振奮的效果 對 所以我是想要請教那個民進黨團的建議條文 是在66跟60幾開始 你們其實是有點限索 什麼情況下 我才讓國民法官主動去要求你 很好 職業法官 是不是 你的意思是這樣嗎 我們是在個別條文裡面去具體的 但是是不是項目是很明確 比如說他大概問的範圍 如果他問超過我剛剛講 他用柯南的精神 這個問了一堆這個天馬行空的 法職業法官可以不予回答 是這樣嗎 因為我看不太懂 你們66好像只有1到6款 這個部分 然後呢就請審判長適宜 好像是有個限縮的 但是到了69呢 就就更細緻了 好像進到證據能力調查等等等等之類 所以是不是說中間討論 現在概念上 雖然是在講權威效應 可是終究還是在問說 這個職業法官 六位國民法官 他要具備一個到最後這個科刑或論罪的時候的 一路過程 他透過幾次這個給他的機會 主動性的機會 或者包括假設有錄音錄影好了 就可以達到你們認為的 他擔任這個角色 這個這個責任職責的完備 是不是這樣的一個設計 這樣才能夠去把中間討論 有沒有被污名化 再做一次調整 很好 謝謝 謝謝 誰可以做那個請照文 我們現在跳到60條 好 李偉沒有離開 他不要 不是51條 他不要 保留了 保留下一條 講一分鐘 跳到69 好 我們就保留 院長 問個 再問個問題 剛剛秘書長有談到就是說 如果要事宜的話 那事實上是不包含這個包括比如說你說的證據能力的事項 還有你是說你是怎麼說 就是說 事宜的範圍 證據證明力 好那我問你一個問題 那假設到了這個中間所謂的評議 這個評議室裡面的時候 你如何限制法官去涉及到這樣的問題 我意思是說 當這個法官 這個國民法官問問題 你就說 暫停 然後我們就去評議室 對不對 那你所設想的 你所理論上想的 就是說這個法官 他針對這個證明力的問題 他不會去 去跟大家來事宜 對不對 你的想法是這樣 問題是說 要如何去限制 要如何確保說 他不會去涉入這一塊 那我覺得比較嚴重的問題是在說 你剛剛講到說 這是第一個問題 我等一下再請你回答 第二個層次的問題更嚴重 你若是問的問題 是涉及到的是法律問題 那法律的問題 本來法規範的因然面 到底是怎麼樣 刑法271條 還是說272條 還是說怎麼樣 OK 那法官是一個 具備有法律專業知識人 就回答他嘛 那現在問題不是 現在如果 在這個審判的過程之中 他涉及到的 可能是事實的問題的時候 事實的真偽問題 或是事實真偽不明的時候 法官進去跟他講說 我的看法是這樣 那他的心證當然是被你污染了嘛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要如何去避免有這樣的狀況 而且那這是第二題 第三題就是說 你剛剛講說 反正在這個中局評議的時候 如果大家不是一樣 那職業法官 也可以跟這個 國民法官學習啊 國民法官跟職業法官 這個請教啊 那個是在最後面 其實在這種情況之下 其實有很多人主張說 你應該國民法官 這個跟這個職業法官 分開評議嘛 這其實你很清楚 第二個就是說 當你在中局評議的時候 人家那是已經 整個審判的流程 已經都看完了 證人傳完了 鑑定人傳完了 法醫也傳完了 大家來這邊做決定 這個中局評議不是耶 這個中局 這個中間討論 不要說錯 中間 講一下太激動 中間討論 中間討論 中間討論不是嘛 中間討論是人家 還沒 還沒做出一個事實的認定 你這程序 就還沒怕了 那你就一直要進來插手嘛 人家是擔心這個問題 而且你沒有限制次數 那所以 跟你剛剛講那個 最後面中局評議 那個狀況 是不一樣的 你還要我的意思嗎 你說核審核判 但是不是說 在這個中間這個程序 每一個程序的過程之中 你都可以說 問一個證人之後 我暫停 然後我去評議室 我問一個 看念你的影片 你要說 好 不好意思 這是我評議室 不是這樣的做法 這是我的第三題 就讓回答一下 請聽長 那剛剛 我還是要先說一下 其實剛剛35跟下一個45條 都完全刪除這個部分了 所以下一條會觸及這個條文 就剛剛哪一位 66、69條 所以我們這個前面 35、45這些都已經刪除了 目前不會碰觸到這個問題 那其次就是說 我們辦了非常多場的模擬法庭 有94.9%的民眾 他們非常希望有法官在場討論 這是為什麼呢 因為民眾進入這個審判之後 他們就是法律的素人 所以他們 對於程序的進行 我們的一些法律的用語等等 是充滿了問號的 他們不熟悉這個訴訟的一個經過 那帶著滿頭的問號 好像被丟入了荒野一樣 如果在這個時候 我們跟他說 你都不能求助 然後我們為了向導來污染你 所以你不能求助 你一個人要走在荒野之中 你也不能有羅盤 你就算有了地圖 人家也不能教你看 你只能孤獨的前進 一直到你斷人生死 這難道是我們期待的這個訴訟制度嗎 或者是呢 在國民法官一路上他有疑問 需要解釋的時候 我們妥善的盡照料的義務 那但是呢 我們在審前說明的時候 告訴國民法官說 你隨時可以請求事宜 但是法官不會去影響你的新政 那在這個中間討論的相關的司法規定上面呢 有一個妥善的規定 那麼這些國民法官呢 他如果啦 是剛剛賴委員所說的 他看到錄影機就 這跟柯南一樣的大大的表現 那錄影對他沒有影響 但如果他不是這樣的人 他只要碰到錄影機 他寧願不問 不問的結果呢 就是他懷抱這個疑問 懷抱越來越多的問號 隨著訴訟的進行 他完全沒有辦法進入狀況 然後他要去評議 這難道是我們想要的一個訴訟狀況嗎 所以基於對於國民法官的照料 還有請求對於國民法官的信任 那在這個時候如果他們需要解釋的話 那我們應該提供這樣的一個義務 好 賴委員 鳳姐這個要有三分次合決定 要有三分次合 裡面至少要一個法官 我講的很簡短啦 那個聽長 我覺得從剛才討論這一條裡面 不管是在講中間討論 或者是剛某長講中間評議 或者是各委員的意見 沒有人 我最起碼我聽到的 沒有任何的人講說 你不可以去適宜 沒有 沒有人講說你不可以去適宜 要讓他在沙漠當中 好像沒有羅盤 沒有指南針 不知道方向 沒有 我聽到的都是說 你今天可以做 但是你只要留紀錄 那留紀錄的方式 剛剛已經講了好多種方式啊 一個是人家書面的 書面的問你書面的回答 就沒有錄影機的問題嘛 沒有錄影機的問題啊 沒有你講說 看到錄影機的時候 會有心理的障礙 沒有啊 你如果是人家用書面的問你 你用書面的回答 沒有問題嘛 那今天之所以會講錄影的原因是說 你說書面的寫的 他可能不具時效性 你可能需要馬上的回答懂 所以在那種情況之下呢 如果不是書面的情況 那只能夠講你口頭的時候 你留個紀錄 人家要確定 你的確是沒有指引嘛 那你今天回來講的就說 哎呀你要信任法官啦 法官不會怎麼樣 今天我們之所以做司法改革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 人民喪失了對司法的信賴度 所以我剛才才一再的強調 就是說在這個信賴度 沒有建立起來之前 你先讓委屈一點 委屈一點 讓人民開始從這個過程當中 開始培養他對司法的信賴度之後 將來就會有 然後再回到剛剛邱委員的 那個講的地方 你今天講到說你不願意把這個 你的事宜的內容公開 那你就跟你的開宗民意的 第一條的司法的透明度 他就違背了啊 那你現在的修法 要不然就是說 你把前面第一條的司法的透明度 把它槓掉啊 對不對 那你如果說第一條的地方 要維持司法的透明度 你在整個過程當中 你就應該要透明嘛 這個是我的個人的潜見啦 但是我覺得我們會一直 就像院長講的 很多的內容呢 都已經一直在重複的 那到目前為止 我聽到的所有的都沒有講說 你不可以適宜 你該 我們也鼓勵 但是 你就是必須要留一個紀錄在 就是這麼簡單 好 吳妍 我覺得啦 我們都同意要適宜 現在的癥結點是在 他有沒有壓力 他問問題的時候有沒有壓力嘛 對不對 那你剛剛說 如果沒有錄音錄影的時候 他比較沒有壓力 那我想請問一下 這是不是六個國民法官 跟三個職業法官 同時間去一個小房間來問問題 是嗎 那請問一下 我一個人 那我旁邊還有其他八個人 你覺得如果我是一個害羞的人 我還敢問嗎 我還好意思問嗎 其實這跟錄音錄影的效應差不多 我有個具體的解決方法 解決所有問題 既可以純正 又不會影響他的自尊心 你一個對一個 你就要問問題的 然後找一個人幫他記錄 你傳去給法官 法官再回答 再記錄回來 一來又有存證 二來 又沒有給壓力 這樣不是解決了嗎 好 討論夠久了吧 一分鐘之後我們就十點了 我要提醒院長 不然等一下最後一班車做不到 我們要到幾點 十點啊 現在中間討論 十點好像沒有人同意 那我講一分鐘就好 你的照料義務或者是說 你要去釋疑 就規定在46條嘛 就是審判長指揮訴訟因注意延遲 或書面陳述無法使 國民法官被委法官產生 預斷或偏僅事項 隨時必要是釐清或殘民 那這個46條這樣規定的情況之下 其實非常清楚 如果你沒有規定中間討論的話 我認為啦 你根本沒辦法把人帶去 小房間裡面去中間討論 因為你如果要適宜 你就是46條在庭上 那審判長就是要有這樣的照料義務嘛 那我覺得這個是合理的啊 本來作為一個審判長 然後他有 就像剛剛聽長講的那是素人OK 然後他有疑問法律知識 各方面有一些這個不懂的地方 那審判長就是隨時注意為必要的殘民 跟釐清嘛 這樣那個 我看這樣啦齁 這個真的很多 這個就保留啦 他說10點我看 讓他能夠搭上車啦 但是我們拜他9點還要繼續啦 好不好 我啦 我啦 蛤 我負責要繼續 你看大家有意見嗎 那是要 那是要繼續 我也是可以繼續 大家看大家這麼努力這麼 不敢 不敢 好嗎 就10點我們就10點休息 禮拜一9點 所以有關於35條就保留 那禮拜一就36條開始 禮拜一36條開始 幫我記得幫我記得 好 今天 協商到 到此為止 大家辛苦了 我們下禮拜一早上 9點繼續協商 現在 休息 一定要 一定要禮拜一早上嗎 如果有 事情 能不能下午 像今天這樣子 因為你知道 到12點 我跟妳說啦 我跟妳說啦